9月9日,我们去阿布扎比登记领证了。 为了9月9日领证,我们前段时间都在忙着件事,视频也很久没更新了。 由于双方都必须是中国籍,方可去大使馆领证。 M小朋友是阿联酋籍,加上他们国家登记因宗教信仰异于国内,我们身边也没有相同例子,所以我们研究了很久。 最后阿布扎比法院受理了我们这个特殊的案件。 疫情后不用亲自去法院办理。 加上本地人登记一般都是请工作人员到家里办理,于是我们邀请办理人在阿联酋皇宫办理。 这里提醒一下有需要的小红薯,可以提前预约会议室。 本来我们没有排到9月9日,他们特地为我们排进去的。 加上周五有他们很重要的祷告,所以我们约的早上9点。 因此没有预约到会议室。 下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阿布扎比、迪拜和沙迦登记结婚的不同。 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阿联酋本地人结婚登记的流程。 正是签字前,要先去婚检。 婚检的软件做得很有意思,你可以接受对方邀请,也可以拒绝,跟求婚一样。 阿联酋人结婚需要两位无血缘亲属关系的男性证婚人。 这是他们传统的打招呼方式。 握手时,鼻尖碰鼻尖。 先要给身份证拍照。 这写的都是阿拉伯语,我也看不懂,大致就是一些身份信息。 这两位小朋友除了作证,以后我们吵架或是发生纠纷,他俩也要来协调解决。 女士优先,我第一个签字,接着小朋友签字。 然后两位证婚人分别签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